我們這間整個是直接看正面公園 這個動具就是永久的 像這樣40年屋齡的建築物 在北市內湖區見怪不怪 這間36瓶鎧甲2000多萬元 對年輕人來說自備款先湊足以外 更重要的是貸款能貸到幾成 買下手之後每個月又得繳多少錢 主要是看還款者的本身財力 工作的狀況還有他的年紀來做判斷 以這種總價大概2000出頭萬的房子 大概三四十歲的年輕人 要待到30年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每個人貸款的多寡 也跟收入年齡和信用有相關 不過整體來說 2023年第四季全台核待陳述 來到79.4% 若跟2022年第一季的79.28%相比 微幅上升0.12% 新清安貸款它主要就是貸款是八成 所以就是這個核待陳述就會齊頭式的 變成大部分都是八成左右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現象出現在最明顯的區域 就是這種桃園或是台中這種 從它去疫情比較多的縣市 台北市屋齡超過30年以上的房子 已經超過了七成 而這其實跟核待陳述也有關係 2023年第四季的數據 台北市核待陳述中位數來到76.84% 這已經是低於全國的平均值 而且也是全台最低 攤開六都近期的貸款陳述數據 台北市跟2022年第一季相比 減少1.33個百分點 至於其餘各都核待陳述的差異不大 都有超過79% 主要也是因為春劃區的低總價物件 吸引年輕族群 尤其首購族手投現金有限 套用新清安 也讓五都的核待陳述中位數 逐漸鐵緊八成 台北市因為房屋總價高了 現在非常多的首購族或者是年輕族群 他們如果真的要入住台北的話 不是買老就是買小 換句話說 可能有一些買的小宅是15坪以下的 或者是買一些老房子是30 40年以上的 而這樣子的物件 他在銀行的眼中 他的建價條件可能就不會那麼好 尤其是15坪以下的小宅 可能他的貸款陳述只能高到7成 甚至6成都可能 第二個原因就是北市本身的 新幹的供給比較少 那新幹的單價也相對較高一點 那所以買方要買這個也是相對比較少一點 所以就是買方就會湧入這個老屋跟小宅市場 只是看到貸款利率 去年第四季全台貸款利率比2022年第一季增加0.66% 北市增幅最大多了0.7% 而新北台中也上升0.67% 再加上央行無預警升息半碼 對購物組來說支出又在增加 在新青安的這個方案部分呢 還是有給予利率上的一個補貼 所以在目前呢 新青安的一個方案是不受到 這次央行升息半碼的一個影響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預期 還是渴望持續的 這個有所謂的一個首購自助 這方面的一個族群的買氣還是會釋出的 大家在做購物規劃的時候呢 可能要從嚴來計算自己的財務能力 也就是說呢 不要只看寬限期 你只要繳息的這些金額 而是要從這個未來正常繳款繳息 這樣子的金額來去衡量 自己的一個財務能力 才不會當你寬限期過呢 當你要做這樣子的一個 資金財務轉換的時候 會有可能入不敷出 即便核貸權數越來越高 但房價沒降下來 根本壓力還是存在 對於購物族來說 升息半碼看似不多 但長期下來 荷包依舊吃盡 TVB新聞連至就有宣傳台會報導